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26日发表了题为中美贸易战未能提振美国制造业实力的文章称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战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已抑制进口 但经济数据显示这未能实现扭转美国制造业下滑势头这一核心目标 上述关税措施确实令201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收窄 但那一年美国的整体贸易失衡情况要比以往年份更加严重 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8月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840亿美元 因为美国进口商转向从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进口价格更低的商品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有所上升 目前已回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的水平 另一个目标即美国制造业岗位的回流也没有实现 制造业就业增长在2018年7月开始放缓 制造业产量在2018年12月见顶 不过特朗普的贸易顾问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关税正在产生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效果 他援引统计数据显示 从2016年11月到2020年3月 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净增加40万个 但2020年3月时新冠疫情迫使美国工厂大范围关闭 不过这些新增 制造业就业岗位中的75%左右 发生在2018年7月美国针对中国的第一批关税升降之前 当时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年度增幅达到峰值 之后开始出现下降 到2020年初 即便是在美国爆发疫情之前 制造业的就业增长就已停止不前 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的半年间 美国制造业有4个月减裁了员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各个行业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 在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行业中 通过保护国内产业面受中国价格更低的进口商品影响 关税确实帮助就业增长了0.3% 但这些提振不足以抵消中国进口零不进成本上升 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些成本的上升将制造业就业拉低了1.1% 另外上述分析发现 中国针对美国出口的反制性关税 拖累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0.7%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